台湾的原住民科学动画 扬名国际 由国立清华大学傅立玉教授团队制作 科技部补助的原住民科学动画 吉娃斯·爱科学 在上千部电影中脱颖而出 双入为芝加哥国际儿童影展 及韩国富川国际动画影展 再加上入为今年的金钟奖动画节目奖 可说喜讯连连 当我知道的时候我非常的惊讶 非常的开心 但是当我静下来的时候 我想到的是 我们这样的入为 这个荣耀是要跟大家分享的 表示说我们台湾原住民族的文化 是非常丰富的 而且我们台湾是绝对有这个实力 把科学的动画做到让大家肯定的 是可以要上国际的 吉娃斯是泰雅族女性常见的名字 富丽玉教授以此动画片中的主角 8岁的原住民小女孩命名 从这历程当中我们看到一个部落的女孩子 她怎么样的努力奋斗 希望透过一个这样的历程 让观众们尤其是小朋友们 学习到原住民的文化 还有科学 那么也透过一个女孩子她这样奋斗的历程 我们希望激励更多更多的女孩子 投入科学的领域 富丽玉教授从零开始摸索 以飞鼠部落一座 出事提升 第二步再探飞鼠部落 就获得金钟奖的肯定 富丽玉教授从小爱听 爱说故事 读大二时 她甚至每周从公馆坐车 到荣总讲故事给病童听 即使第二天要期末考 也没停过 直到毕业 说了几年的故事 续集成为她后来制作儿童动画的重要能量来源 因此 富丽玉教授很鼓励大学生 做些没钱工 收获可能难以想象 秘书处采访报道